又能够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那个法语言哪有不新生的道理呢 如果自己还是用的虚情假意 这个世间人 没觉悟的人都是用虚情假意 把这个东西当作真心 这个错了 情意 情是莫那是执着 十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分别 六七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世间人知道有虚情假意 你要问他 虚情假意是什么 他说不出来 佛法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阿赖耶是真妄混杂 因为由六十七十 阿赖耶就有一份虚妄 如果离开六十七十 阿赖耶也是纯真国王 所以他是真妄混杂 法相中的转世成之 这诸位都知道 就是转第六十 转第七十 在这上面 下功夫啊 转第六十 转第六十 就成妙观察 转第七十 就成平等性 如果用无量寿经晶体上来数 六式转了 清净心现前了 清净心起作用 没有观察 第七式转了 平得一现前 这两个是从阴地上转的 六七转了 阿赖也自自然然 就转成大云禁止 无量寿经晶体上折 折就是大云禁止